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江人民永恒的向往 美丽雪山是一座因为文化而受到尊重的一座雪山 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四方的信徒来朝拜美丽雪山来撞上 美丽雪山坐于云南最高峰 海拔6740米 是处女方 从来没有人登顶 藏族人对自然是特别敬畏的 在藏民的心目中 一山、一树、一草都有特别的意义 美丽雪山卡瓦格勃对面的群山森林中 有一处仅有五户人家的古酒农村 松赞美丽山居便坐落于此 海拔3600米的美丽山居 静密自然 为雪山景致而设的山居客房温馨舒适 窗外美丽雪山的缅思母风仿佛触手可及 居于美丽山居是一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 是因神山而驻步地停留 美丽山居给我的感觉是壮阔 因为从窗户那儿就能看到整个非常壮阔的美丽雪山 它是给我自然景观的一个震撼 美丽山居它不是奢华但是却高级 清晨在松赞美丽山居的窗前等待日照金山 已然成为一项仪式 和大多数神山一样 美丽雪山主风不易遇见 若有幸见其真容 只削一眼 便会臣服于它亘古未变的神圣光辉 松赞美丽有一个独特的体验 就是教造服务 如果今天天气好 它会在纪念的时候提醒你 起来去等日照金山了 所以你不可能在时间和地点上 错过日照金山 你只可能在运气上 遇不到日照金山 只需要在房间里面 就能欣赏到日照金山 云海 各种各样雪山的景色 以这样的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 在国内外都是不一无二的体验 美丽雪山 预含着当地人对自然的信仰初心 似乎有着神奇的自然密码与能量 一路随处可见的金帆 是飘动的雪鱼之魂 藏民们相信 金帆随风飘动一次 就如同一次念诵祈愿 于是 藏民们用手工印制的金帆 把对神山和生灵们的祝福 留在这片圣洁的土地上 藏民叫龙大 龙就是风 大就是马 大就是风 其实有五个颜色 特别是蓝天 白云 土地 寂寞 水火土地 亲手去感受金帆的制作 不是你把它印制得多么精美 重要的是 你亲手制作了它 当它挂起的时候 我看见了风 看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互动 这个互动里 与他们是一场信仰 与我是一场旅行 我们就信奉万物有灵 相信 美丽雪山走铺神 清晨 一缕缕桑烟升起 慢慢飘向空中 这是藏区独特的威丧仪式 它是藏民对神山和圣湖的崇拜信仰 藏民们用这种古老的仪式 寄托着对自然的敬畏 与万事万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 卫桑的仪式 它是一个心灵感受的过程 去让你对这边的神山 这边的信仰 去有了更深的一种体会和理解 当时的美丽雪山是被云罩着的 卫桑了以后就是云就没有了 我真的有这么神奇 很赶快地许了一个愿望 在雪山下雪 亲近自然最好的方式 并是徒步探险 跟随松散 我们走进泥丁森林 走进白马雪山老路 走进雨崩 经过草垫 溪流 石滩 感受原始的山林 绵延的雪山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我们路过了白马雪山 哈巴雪山 梅里雪山 我们再起马游江 也不可能越过任何一座雪山 我们穿行其中 看看大乡的风景 听听别人的文化 感受了大山的神秘和状况 继续走自己的路 这不正是旅居主义吗 我觉得整个人是完全放空的 就完全不需要去想很多事情 在某时某地 你或许就会被触动 从而心生喜悦 也许是云朵映衬了雪山 也许是阳光温暖了山谷 也许是愿望溢上了金帆 这样的瞬间 就如同是一扇门 走进去 就是另一种可能 另一种生活 另一个世界 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享受不安于现状的一个生活 我就决定 以这种四海为家的方式 去度过我这一生 信马游江 去一家酒店 捋一城文化 因历史而探寻 为文化而停住 向自然而敬畏 马踏古道探寻初心 德国马拍轮胎 成就你的美一城